你好,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明助理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十九回 临冲水寨大病火 朝盖梁山小夺坡 话说当下何观察 领了知府台旨下厅来 随机到机密房里与众人商议 众多做工的道 若说这个石节村胡荡 仅靠着梁山坡 都是茫茫荡荡 芦苇水港 若不得大队官军周传人马 谁敢去那里捕捉贼人 何涛听把说道 这一论也是 再到厅上 禀赴福引道 原来这石节村湖泊 正傍着梁山水泊 周围尽是深港水差 芦苇草荡 咸长使也物资结了人 莫说如今又添了那一伙 强人在里面 若不起的大队人马 如何敢去那里捕获得人 福引道 既是如此说时 再差一元 了得是的 补到巡检 点语五百官兵人马 和你一处去击捕 河观察领了台纸 再回机密房来 换集这众多做工的 整选了五百余人 个个自去准备食物器械 次日 那补到巡检 领了几州府铁文 与同河观察两个 点起五百军兵 同众多做工的 一起奔十节村来 且说巢盖 公孙盛 自从把火烧了庄院 带同十数个庄客 来到十节村 半路上撞见三阮兄弟 各执器械 却来接应到家 七个人都在阮小武庄上 那时阮小二已把老小搬入湖泊里 七人商议要去投梁山坡一事 无用到 现今李家道口 有那汉地忽律珠贵 在那里开酒店 召接四方好汉 但要入火的 须是先投奔他 我们如今安排了船只 一应的物件装在船里 将些人情送与他引进 大家正在那里商议 投奔梁山坡 只见几个打鱼的来报道 官军人马 飞奔村里来也 朝盖便起身叫道 这司们赶来 我等休走 阮小二道 不妨 我自对付他 叫那司大半下水里去死 小半都硕杀他 公孙盛道 休慌 且看频道的本事 朝盖道 刘汤兄弟 你和学鸠先生 且把财富老小装在船里 竟乘去李家道口左侧相等 我们看鞋头事 随后便到 阮小二 选两只赵船 把娘和老小家中财富 都装下船里 无用刘汤各压着一只 叫七八个半当摇了船 先到李家道口去等 又吩咐阮小五 阮小七 称架小船 如此迎敌 两个各召船去了 且说 和韬并捕道巡检 带领官兵 渐进石结村 但见和府有船 尽数多了 便使汇水的官兵 且下船里进发 岸上人马 船迹相迎 水路并进 到阮小二家 一起呐喊 人马并起 铺枪入去 早逝一所空房 里面只有些粗重家伙 何涛道 且去哪几家附近渔户 问石说道 他的两个兄弟 阮小五阮小七 都在湖泊里住 飞船不能去 何涛与巡检商议道 这湖泊里 港岔又多 路径甚杂 一节水荡泼塘 不知深浅 若是四分五落去桌时 又怕中了这贼人奸计 我们把马匹 都叫人看守在这村里 一发都下船里去 当时捕道巡检 并和观察一同做工的人等 都下了船 那时捉的船 非指百石只 也有撑的 亦有摇的 一起都往阮小五 打鱼装上来 行不到五六里水面 只听在鲁尾中间 有人吵歌 众人且住了船厅时 那传道 打鱼一事 撂而挖 不中青苗 不中麻 酷吏赃官都杀尽 忠心报答 赵官家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 近吃一惊 只见远远的一个人 独召一只小船 唱江来 有认得的指道 哎 这个便是阮小五 何涛把手一招 众人并立向前 各持气息 挺着迎江去 只见阮小五大笑 骂道 你这等 虐害百姓的贼官 只如此大胆 敢来引老爷做什么 却不是来捋虎须 何涛背后 有会射弓箭的 搭上箭 叶满弓 一起放箭 阮小五箭放箭来 拿着华锹 翻金斗 钻入水里去 众人赶到跟前 拿个空 又行不到两条港岔 只听到卢尾档里打呼哨 众人把船摆开 见前面两个人照着一只船来 船头上立着一个人 头戴轻弱立 身披绿缩衣 手里粘着条笔管枪 口里也唱着道 老爷生长石结村 秉姓生来 要杀人 仙长何涛寻检手 京师献雨 赵王军 何观察并众人听了 又迟一惊 一起看时 前面那个粘着枪唱着歌 背后这个摇着颅 有认得的说道 哎 这个正是阮小七 何涛喝道 众人并立向前 先拿住这个贼 休叫走了 阮小七听得笑道 破贼 便把枪指一点 那船便时转来 往小岗里窜着走 众人发着喊赶将去 这阮小七和那摇船的 非也是摇着颅 口里打着呼哨 窜着小岗叉中 只顾走 众官兵赶来赶去 看见那水港狭窄了 何涛道 且住 把船且搏了 都放岸边 上岸看时 只见茫茫荡荡 都是芦苇 正不见一些旱路 何涛心内疑惑 却商议不定 便问那当村住的人说道 小人们 虽是在此居住 也不知道这里有许多去处 何涛便叫划着两只小船 船上各带三两个做工的 去前面探路 去了两个时辰有余 不见回报 何涛道 这几个做工的 又划两只船去探路 这几个做工的 划了两只船 又去了一个多时辰 并不见些回报 何涛道 这几个都是九贯做工的 四清六活的人 却怎的也不小事 如何不着一只船转来回报 不想这些带来的官兵 人人亦不知颠倒 天色又看看晚了 何涛思想 再次捕捉边际 怎生奈何 我需用自己走一走 捡一只极快小船 选了几个老郎做工的 各拿了器械 讲起五六把滑机 何涛坐在船头上 往这个芦苇港里荡江去 那时已是日末晨曦 滑得船开 约行了五六里水面 看见侧边岸上一个人 提着把锄头走将来 何涛问道 吾那汉子 你是身人 这里是什么去住 那人应道 我是这村里庄家 这里换作断头沟 没路了 何涛道 你曾看见两只船过来吗 那人道 不是来捉阮小五的 何涛道 你怎的知的是来捉阮小五的 那人道 他们只在前面屋林里私打 何涛道 离这里还有多少路 那人道 只在前面 忘得见便是 何涛听得 便叫拢船前去接应 便拆两个做工的 拿了钢叉上岸来 又见那汉 提起锄头来 手道 把这两个做工的 一锄头一个 翻筋斗 都打下水里去 何涛见了吃一惊 急跳起身来时 雀带奔上岸 只见那只船呼的 唐江开去 水底下钻起一个人来 把核桃两只脚只一扯 扑通的倒撞下水里去 那几个船里的雀带要走 被这提锄头的赶江上船来 一锄头一个 排头打下去 脑浆也打出来 这何涛被水底下这人 倒托上岸来 就解下他的搭脖来捆了 看水底下这人 却是阮小七 岸上提锄头的呐喊 便是阮小二 兄弟两个 看着何涛骂道 老爷兄弟三个 从来只爱杀人放火 量你这死值得什么 你如何大胆 特地引着官兵来捉我们 何涛道 好汉 小人奉上命差遣 盖不由己 小人怎敢大胆 要来捉好汉 望好汉可怜 见家中有个八十岁的老娘 无人养善 望起饶恕性命择戈 阮家兄弟道 且来把他捆做个粽子 撇在船舱里 把那几个尸首都窜去水里去了 两个呼哨一声 芦苇丛中 钻出四五个打鱼的人来 都上了船 阮小二阮小七 各架了一只船出来 且说着捕道巡检 领着官兵 都在那船里说道 哎 何观察 他到做工的不了事 自去探路 也去了许多时 不见回来 那时正是出更左右 星光满天 众人都在船上歇凉 忽然只见起一阵怪风 淡剑 飞煞走时 卷水摇天 黑漫漫堆起乌云 昏凳凳 催来几雨 青帆荷叶 满波心 翠盖交加 百栋卢 绕湖面 白旗缭绕 吹蛇昆仑山顶树 唤醒东海老龙军 那一阵怪风 从背后吹香来 吹得众人 颜面大惊 指得叫苦 把那揽船锁都刮断了 正没摆不出 只听得后面呼哨响 迎着风看时 只见芦花侧盼 射出一派火光来 众人道 啊 今晚却休了 那大船小船 约有四五十只 正被这大风 刮得你壮我磕 琢磨不住 那火光 却早来到面前 原来都是一丛小船 两支架绑住 上面满满堆着芦苇柴草 呱呱杂杂烧着 乘着顺风直冲将来 那四五十只官船 屯塞作一块 港岔又窄 又没回避处 那头等大船 也有十数只 却被他火船推来 钻在大船队里一烧 火底下 原来又有人 扶住着船烧将来 烧的那大船上官兵 都跳上岸来 逃命奔走 不想四边近视 芦苇野港 又没汗落 只见岸上芦苇 又呱呱杂杂 也烧僵起来 那捕道官兵 两头没处走 风又急 火又猛 众官兵只得钻去 都奔烂泥里立地 火光丛中 只见一支小快船 船尾上一个摇着炉 船头上坐着 一个先生 手里明晃晃的 拿着一口宝剑 口里喝道 休教走了一个 重兵都在烂泥里 荒作一堆 说游未了 只见芦苇东岸 两个人 引着四五个打鱼的 都手里明晃晃 拿着刀枪走来 这边芦苇西岸 又是两个人 也引着四五个打鱼的 手里也明晃晃 拿着飞鱼勾走来 东西两岸 四个好汉 并这伙人 一起动手 排头朔江来 无疑时 把许多官兵 都朔死在烂泥里 东岸两个是 朝盖 阮小五 西岸两个 是阮小二 阮小七 船上那个先生 便是 季风的公孙胜 五位好汉 引着十数个 打鱼的庄稼 把这伙官兵 都朔死在 芦苇荡里 单单只剩的 一个河观察 捆坐粽子 也是的 丢在船舱里 阮小二 提江上岸来 指着骂道 你这死 是几州 一个诈害百姓的蠢虫 我本带把你 碎尸万段 却要你回去 对那几州府 管事的贼驴说 俺这十节村 阮氏三雄 东西村天王朝盖 都不是好撩拨的 我也不来 你城里借粮 你也修要来 我这村中逃死 唐货正眼屈找 修到你是一个 小小周隐 也莫说蔡太师 拆干人 要来拿我们 便是蔡京 亲自来时 我也说他 三二十个 透明的窟窿 俺们放你回去 修得再来 传于你的 那个鸟观人 叫他修要逃死 这里没大路 我卓兄弟 送你出路口去 当时阮小七 把一只小快船 载了核桃 直送他到大路口 贺道 这里一直去 便有巡路处 别的众人都杀了 难道只嫩的 好好放了你去 也吃你那周隐 贼驴笑 且请下 你两个耳朵 来做表证 阮小七身边 拔起尖刀 把核观察 两个耳朵 搁下来 鲜血淋漓 插了刀 解了胳膊 放上岸去 施约 官兵尽负 断头钩 要放核桃 不便修 留着耳朵 听说话 悬疆驴耳 带驴头 核桃得了性命 自巡路 回几周去了 且说 曹盖 公孙盛 和阮家三兄弟 并十数个打鱼的 一发 都架了 五七只小船 离了石节村 湖泊 尽头 李家道口来 到得那里 相寻着 无用流淌船只 合作一处 无用问起 具体官兵一事 曹盖 贝戏说了 无用众人大喜 整顿船只 一同来到 汉地忽略 朱桂酒店里 来相投 朱桂见了许多人来说 投脱入伙 慌忙迎接 无用将来历 石说与朱桂听了 大喜 竹衣都相见了 请入厅上坐定 忙叫酒保 安排奋力酒 来管带众人 随即 取出一把 琵把弓来 搭上一支响剑 望着那对岗 芦苇中射去 响剑到处 早见有小喽啰 摇出一支船来 朱桂即写了一封书成 背戏写众豪杰 入伙姓名人数 先赋予小喽啰鸡了 叫去债里报之 一面 一面又杀阳管带众好汉 过了一夜 次日早起 朱桂换一支大船 请众多好汉下船 就同带了朝盖等来的船只 一起往山寨里来 行了多时 早来到一处水口 只听到岸上 鼓响罗鸣 朝盖看时 只见七八个小喽啰 划出四支哨船来 见了朱桂 都生了惹 自依旧先去了 好 本次播读 暂到这里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文分解 你好 我是水清 微信公众号水清独名助理 配有原著文本 可以边听边看 敬请关注 继续为您播读 《水浒传》第十九回 民冲水寨大病火 朝盖梁山小夺坡 再说一行人来到金沙滩上岸 便留老小船只并打鱼的人在此等候 又见数十个小喽啰下山来 接引到关上 王伦领着一班头领 出关迎接 朝盖等慌忙失礼 王伦打理道 小可王伦久闻朝天王大名 如雷贯耳 今日且喜光临草寨 朝盖道 朝某是个不读书史的人 甚是粗鲁 今日势在藏桌 甘心与头领帐下坐以小卒 不弃兴慎 王伦道 修如此说 且请到小寨 再有记忆 一行从人都跟着两个头领上山来 道德大寨 据一听下 王伦再三千让朝盖一行人上街 朝盖等七人 在右边一字立下 王伦与重头领 在左边一字立下 一个个都讲礼罢 分宾主对席坐下 王伦换阶下众小头目 生惹一臂 一臂香 动起山寨中古月 先叫小头目去山下 管带来的从人 官下另有客管安歇 诗曰 入伙分明是一群 香留意气便须亲 如何带笔为贵客 只恐深难做主人 且说山寨里 撒了两头黄牛 十个羊 五个猪 大吹大雷炎炎 众头领 饮酒中间 朝盖把胸中之士 从头至尾 都告诉王伦等众位 王伦听罢 骇然了半赏 心内惆怅 坐声不得 自己沉吟 须应答言习 至晚习散 众头领 送朝盖等众人 官下客管内安歇 自有来的人服事 朝盖心中欢喜 对吴用等六人说道 我们操下 这等弥天大罪 哪里去安身 不是这王头领 如此错爱 我等皆以失所 此恩不可忘报 吴用指示冷笑 朝盖等 先生 何故指示冷笑 有事可以通知 吴用等 兄长姓直 你到王伦肯收留我们 兄长不看他的心 只观他的颜色动静规模 朝盖等 管他颜色怎地 吴用道 兄长不见他早间席上 与兄长说话 道有交情 此后 因兄长说出 杀了许多官兵 捕道巡检 放了河涛 阮氏三雄如此豪杰 他便有些颜色变了 虽是口中应答 动静规模 心里豪生不燃 若是他有心收留我们 只就早上便议定了座位 杜谦送万这两个 自是粗鲁的人 待客之事 如何醒得 只有林冲那人 原是京师进军教头 大郡的人 诸事晓得 今不得已 做了第四位 早间见林冲看王伦 答应兄长模样 他自便有些不平之气 频频拔眼 瞅着王伦 心内自己惆怅 我看这人 倒有顾盼之心 只事不得已 小生略放片言 叫他本寨自相火并 朝盖道 权掌先生妙策良谋 可以容身 当夜欺人安歇了 次早天明 只见有人报道 林教头相访 吴用便对朝盖道 这人来相探 众暗计了 七个人慌忙起来迎接 邀请林冲 入到客馆里面 吴用向前称谢道 夜来众蒙恩赐 拜扰不当 林冲道 小可有失恭敬 虽有奉承之心 奈缘不在其位 望其数岁 吴学究道 我等虽是不才 非为草木 岂不见头领 错爱之心 顾盼之意 感恩不浅 朝盖再三千 让林冲上座 林冲哪里啃 推朝盖上手座了 林冲便在下手坐定 无用等六人一带坐下 朝盖道 久恩教头大名 不想今日得会 林冲道 小人就在东京市 与朋友交友礼节 不曾有物 虽然今日能够得见尊严 不得遂平生之愿 特地进来陪化 朝盖称写道 生感厚意 无用便动问道 小生旧日 九文头领在东京时 十分豪杰 不知缘和与高求不睦 只被陷害 后文在苍州 亦被火烧了大军草料厂 又是他的计策 向后 不知谁见头领上山 林冲道 若说高求这贼陷害一节 但提起谋法之力 又不能报得此仇 来此容身 皆是柴大官人举荐到此 无用道 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称为 小旋风柴进的吗 林冲道 正是此人 朝盖道 小可多文人说 柴大官人仗义书才 接纳四方豪杰 说是大洲皇帝 嫡派子孙 如何能够会他一面也好 无用又对林冲道 据这柴大官人 明文环海 声波天下的人 教头若非武艺超群 他如何肯建上山 非是无用过称 礼和王伦 让着第一位头领坐 此天下之公论 也不负了柴大官人之书信 林冲道 成先生高谈 只因小可犯下大罪 投奔柴大官人 非他不留林冲 成恐 负累他不便 自愿上山 不想今日去住无门 非在畏次低危 且王伦心术不定 语言不准 难以相聚 无用道 王头领带人接物 一团和气 如何心地到嫩窄侠 林冲道 今日山寨 天性得众多豪杰到此 相扶相助 似锦上添花 如汉苗得语 此人只怀杜贤 极能之心 但恐众豪杰 势力相压 夜来 因见兄长所说 众位杀死官兵一戒 他便有些不然 就怀不肯相留的模样 以此请众豪杰 来官下安歇 无用便道 既然王头领 有这般之心 我等 休要待他发福 自投别出去便了 林冲道 诶 众豪杰 休生见外之心 林冲自有分晓 小可只恐众豪杰 生退去之意 特来早早说之 今日看他如何相待 若这丝语言有理 不自昨日 万事罢论 倘若这丝今朝有半句话参词时 尽在林冲身上 朝盖道 啊 头领如此错爱 俺兄弟皆感厚恩 无用便道 头领为我兄弟面上 道教头领与旧兄弟分言 若是可容即容 不可容时 小声等 邓时告退 林冲道 先生诧异 古人有言 星星 惜星星 好汉 惜好汉 亮着一个颇男女 阿黎畜生 种作何用 众豪杰 且请宽心 林冲起身别了众人说道 少奸相会 众人相送出去 林冲自上山去了 正是 如何此处不留人 修言自有留人处 应留人者怕人留 深苦难留 留刻住 当日没多时 只见小喽喽到来乡请 说道 今日山寨里头领相请众好汉 去山南水寨亭上言会 朝盖道 商府头领 少见便道 小喽啰去了 朝盖问无用道 先生 此一会如何 吴学揪笑道 兄长放心 此一会 道有份 做山寨之主 今日林教头 必然有火病 王伦之意 他若有些心懒 小生凭着三寸 不烂之舌 不由他不火病 兄长身边 各藏了暗器 只看小生 把手来粘虚为好 兄长便可协力 朝盖等众人暗喜 晨排以后 三四四人来催请 朝盖和众头领 身边各个带了器械 暗藏在身上 结束的端正 却来复习 只见宋万亲自骑马 又来相请 小喽啰抬过七城山轿 七个人都上轿子 一镜头南山水寨里来 直到寨后水亭子前下了轿 王伦 杜谦 林冲 朱桂 都出来相接 邀请到那水亭子上 分宾主坐定 看那水亭一骚景致时 淡见 四面水帘高卷 周回花鸭竹篮 满目香风 万朵芙蓉铺绿水 迎眸翠色 千枝荷叶绕方堂 华檐外 阴阴流影 库窗前 细细松生 江山秀气 满亭台 豪杰一群来聚会 当下王伦 与四个头领 杜谦 宋万 林冲 朱桂 坐在左边 主位上 朝盖 与六个好汉 无用 公孙胜 刘唐 三软 坐在右边 客席 接下小喽啰 轮番 把展 九至述寻 施工两次 朝盖和王伦 盘化 但提起 巨异仪式 王伦 便把闲话 织无开去 无用 把眼来看 林冲时 只见林冲 侧坐 胶椅上 把眼 瞅王伦身上 看看 饮九至五后 王伦 回头叫小喽啰 取来 三四个人 去不多时 只见一人捧个大盘子 礼放着五定大银 王伦 便起身拔展 对朝盖说道 赶蒙众豪杰到此巨异 只恨碧山小寨 是一洼之水 如何安得许多真龙 辽背些小薄礼 万望笑流 樊头大寨些马 小可 使人亲到 麾下纳祥 朝盖道 小子久闻 大山招贤纳士 一静的 特来投脱入伙 若是不能相容 我等众人自行告退 众蒙所赐白金 绝不敢领 非敢自夸丰富 小可 了有些盘缠使用 肃请纳回厚礼 执此告别 王伦道 何故推却 非是碧山 不纳众位豪杰 奈缘只为良少防兮 恐日后悟了足下 众位面皮不好 因此不敢相留 说言未了 只见临通双眉 替其两眼圆睁 坐在交椅上 大喝道 你前番 我上山来时 也推到良少防兮 今日朝兄 与众豪杰到此山寨 你又发出这等言语来 是何道理 无用便说道 头领息怒 自是我等来的不是 倒坏了你山寨情分 今日王头领 以礼发福我们下山 送予盘缠 又不曾热江赶去 请头领息怒 我等自去罢休 临通道 这是笑里藏刀 言轻行拙的人 我其实今日放他不过 王伦喝道 你看这畜生 又不醉了 倒把言语来伤处我 却不是反尸上下 临通大怒道 谅你是个落地穷儒 胸中又没文学 怎做的山寨之主 不用便道 朝兄 只因我等上山相投 反坏了头领面皮 至今办了船只便当告退 朝盖等七人便起身 要下亭子 王伦流道 且请袭中了去 临通把桌子只一脚踢在一边 强起身来 衣襟底下 撤出一把明晃晃刀来 诺得火杂杂 无用便把手将紫须一抹 朝盖流淌便上亭子来 须拦着王伦叫道 不要火病 无用一手扯住临通便道 头领不可造次 公孙胜假意拳道 修为我等坏了大意 阮小二便去帮着杜谦 阮小五便帮助宋万 阮小七帮助朱桂 吓得小喽啰们目瞪口呆 临通拿住王伦骂道 你是一个村野穷儒 亏了杜谦得到这里 柴大官人这等资助你 周己盘缠与你相交 举荐我来 尚且许多推却 今日众豪杰特来相聚 又要发扶他下山去 这凉山坡便是你的 你这极闲杜能的贼 不杀了要你何用 你也无大量大财 也做不得山寨之主 杜谦送万诸贵 本带要向前来劝 被这几个紧紧的帮着 哪里敢动 王伦那时也要寻路走 却被朝盖流淌两个拦住 王伦见势头不好 口里叫道 我的心腹都在哪里 虽有几个身边之心腹的人 本带要来救 见了林冲这般凶猛投士 谁敢上前 林冲及时拿住王伦 又骂了一顿 去心窝里只一刀 咔嚓的朔倒在亭上 可怜王伦做了多年债主 今日死在林冲之手 正应古人言 量大福也大 鸡身祸益身 有诗为证 独具梁山智可修 既嫌傲逝少宽柔 只将债主为身有 却把群鹰做叩仇 酒席欢食生杀气 背盘响处落人头 胸怀偏狭 真堪恨 不肯留险 命不留 朝盖剑杀了王伦 各彻刀在手 林冲早把王伦手机割下来 提在手里 吓得那杜谦送万诸贵 都跪下说道 愿随哥哥直边坠凳 朝盖等 慌忙扶起三人来 无用就血泊里 拽过头把脚以来 便纳林冲坐地 叫道 如有不服者 将王伦为例 今日扶林教头 为山寨之主 林冲大叫道 先生诧异 我今日只为众豪杰 义气为众上头 活并了这不仁之贼 使吴心要谋此位 今日吴兄却让此第一位 与林冲坐 岂不惹天下英雄耻笑 若欲相逼 宁死而已 我有片言 不知众位肯依我吗 众人道 头领所言 谁敢不依 愿闻其言 林冲言无数句 话不一席 有分教 断金亭上 招多少断金之人 聚意听前 开几番聚意之会 正是 替天行道 人将至 仗义书才 汉便来 毕竟林冲 对无用说出慎言语来 且听 下回分解 我